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正在调查三名在中国训练军用和民用飞行员的前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不过他们的雇主 一家南非飞行学院坚称没有向中方传递任何敏感信息 据报道 这三名飞行员在中国的工作也受到了加拿大安全官员的审查 安全官员于8月底联系了这些前顶级飞行员 国防部表示已将此事提交给皇家骑警 皇家骑警发言人Robin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环球邮报 皇家骑警注意到有关前皇家武装部队飞行员参加训练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报道 由于皇家骑警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目前不会对此事做进一步评论 环球邮报联系了其中一位前皇家空军飞行员Paul Jumirich 请他对加拿大航空界对他和另外两名前战斗机飞行员Craig Sharp和David Monk 一直在中国教授飞行技能的猜测发表评论 Jumirich没有回复 而是把邮件转给他的雇主 南非试飞学院TFASA 该学院发言人Edward Lee证实 Jumirich Sharp和Monk签订了在中国培训飞行员的合同 并说该公司将代表员工发言 发言人说 培训涉及非机密程序 材料要么来自开源 要么来自客户自己 TFASA学院提供的培训从来不涉及北约的信息 TFASA有严格的协议和行为准则 旨在防止TFASA雇员分享任何或可能被认为是法律或操作敏感的信息或安全机密 去年秋天 英国媒体报道称 多达30名前英国高级飞行员担任中国学生的教官 此后 西方国家的军事飞行员指导中国学生的问题受到关注 今年6月 美国政府针对TFASA等实施了出口管制 称这些公司利用西方和北约的资源向中国军事飞行员提供培训 美国商务部当时表示 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南非飞行学院TFASA的发言人李证实 自称为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雇员的加拿大安全官员在8月14日联系了一些雇员 要求他们停止为中国人工作 但他坚持认为 任何有关该公司或其员工为外国势力提供先进战术 技术或程序或先进技术元素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发言人Eric拒绝救三名飞行员的事进行讨论 前安全情报局主任Richard说 前皇家空军飞行员将帮助中国军方 这非常令人担忧 他承认从法律上将很难命令这三人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并回国 未来政府需要改变服兵役和就业的条款 禁止前军官与中国和其他敌对国家合作 另一方面 飞行学院TFASA的发言人坚持学院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 利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和试验试飞员协会最近的通信表明 TFASA没有违法 英国国防部的通信也表明没有违法 但它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文件 当环球邮报问及这些加拿大人是否在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时 这家南非公司表示 中方学员不会获得西方国防机密 环球邮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要求Umirish回答有关加拿大正在训练学员使用中国战机的猜测 比如J-10或J-11B 这两种战机都是多用途战斗机 它没有回应 TFASA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该飞行学员表示 它并不是唯一为亚太 中东和非洲客户提供培训的公司 中国交通运输部最近公布的信息授权其与三家加拿大学校签订飞行员培训合同 但这些加拿大学校都不提供战斗机培训 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 情侣间恋爱时如情命意 分开时却撕破脸 甚至对不公堂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 最近BC省一名女子起诉前男友 目的是锁回4500多加元 这是两人在恋爱期间 她为她购买的物品及其他费用 当地法庭在审理该案件后 判处其前男友归还其中的约2400加元 据Daily Hive报道 在BC省民事法庭的一桩案件中 莱斯利金表示 她为前男友安东尼奥雷尔购买了一系列的物品和服务 其中包括一台游戏电脑 一次拔牙 轮胎和工具等 随着关系的结束 金认为她有权要求奥雷尔返还这笔款项 在她看来 这些只是借款而非礼物 然而 被告奥雷尔否认她有责任归还这笔钱 还声称其中一些物品已经还款 其他物品都是礼物 根据民事索赔 金提供了一份信用卡账单作为证据 证明她在2020年11月购买了一台游戏电脑 但奥雷尔提到了一个协议 即金为她购买游戏电脑 而她将负责修理金的车 但金反计称 奥雷尔从未完成汽车的修理工作 后来车坏了 不得不报废 作为回应 奥雷尔说她已经完成了工作 并告诉金 在驾驶车辆之前需要更换机油 但金允许其他人在不更换机油的情况下驾驶车辆 这导致发动机瘫痪 金否认了这一点 并表示奥雷尔未能完成车辆的维修工作 是导致车辆抛锚的原因 此外 双方就一台空气压缩机发生纠纷 金为奥雷尔购买了一台空气压缩机 他们同意奥雷尔用这台空气压缩机来修理他们车库里的车辆 金表示在奥雷尔搬出他家后 他同意让他带走个压缩机 但不允许他出售它 对此 法庭认为 赠宇一旦做出就不能撤销 并驳回了金的诉讼请求 2021年3月 金还支付了奥雷尔的牙科账单 但再次变称这是赠宇 因为金提出支付 但没有还款协议 但是 奥雷尔没有提供证据支持他的论点 此外 关于金支付的工具和轮胎费用 奥雷尔同意这笔款项 但他说自己已经通过电子转账向金偿还了1000元 然而 两人对这笔款项的用途却存在分歧 困难在于金女士使用了她公司的商务账户来支付轮胎的费用 导致这笔钱成为了公司的支出 金女士作为个人无权追讨 在这一地鸡毛的恋爱关系结束后 金向仲裁庭提出了4562.45元的索赔 尽管双方在许多细节上存在分歧 仲裁庭经过审查后 决定命令奥雷尔支付给金2395.05元 其中包括对游戏电脑 拔牙和工具的补偿 76.43元为判决前利息 62.5元为法庭费用 这件事或许也能让每一个在亲密关系的人中引以为鉴 日前 中国发布重磅入境消息 从海外入境无需再做核酸检测 这一消息的宣布也意味着 疫情对出入境的影响终于过去 出入境会像以前那样方便 但近日 却有网友表示 他在持有外国绿卡从中国出境时 被卡在边境两个小时 被多番询问才得以通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小丹已经拿到德国绿卡 日前他从德国回中国探亲 近日要重返德国 但在他出海关时却被卡住了 小丹透露 他从中国海关出境时 一名工作人员先查了护照 绿卡以及机票 检验过后就喊来另一名工作人员 将小丹带到一边接受问话 据小丹观察 当时和他一同接受问话的 还有一些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等地的人 小丹一直等了两个小时 才有工作人员过来解释说 他没有到当地公安部门报备 小丹还是第一次听说出国需要报备的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小丹填写了出入境相关资料 填了自己学校的名字 确定资料没有问题后 工作人员将证件还给了小丹 才让他离开 据了解 中国人出境时需要到户籍地公安部门报备 但据网友的反馈 各地的政策不同 报备也要看情况 有网友表示 打算飞泰国 打电话问派出所确实需要报备 也有网友表示 不用担心 没有接到电话就不用报备 他一个人出国就没报备 看来真的是不同的地方 政策不同 大家想要出国 最好提前问问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是否需要报备 不然等出海关时被卡住 耽误行程就不好了 就像小丹一样 持有外国绿卡的小伙伴 出境前也要记得报备 还有一件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出门在外 尤其是出国旅游 很多小伙伴都喜欢打卡拍照 这些没有问题 但大家尤为注意以下这几项 千万千万不要晒火车票 飞机票 登机牌 这些票据上都有二维码或条形码 虽然自己用手机扫不出来任何信息 但有些人却可以通过特殊的扫描软件破解 轻易获取你的个人信息 包括姓名 性别 年龄 手机号 家庭住址 银行卡号 起飞降落地点等等 有了这些信息 它可以随意更改你的航班行程 将你的机票改签 退票都有可能发生 即便是打马了 有心人也能做到清楚 很不安全 也不要扔到垃圾桶 据说有专人在那里守着 盯着你的个人信息 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撕 大家出信前记得报备 影响出行耽误时间就不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